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穿街走向带你们找地道美食的大兵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家老之号小店 据说这家小店是由路边摊发展起来的 这家店的名字叫做容易发牛炸店 相信很多老广州对它并不陌生了 就连美食家蔡兰先生都推荐过这家店 还有美食家庄陈先生也来过 可见他们家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 墙巷挂着一些它历史路程的画报 用相框珍藏起来 算起来的话,这家店到现在已经有39年的历史了 他们家有三样出品是非常出名的 一样是牛羊圣汤 一样是牛三星 还有一样是牛骨水 这次来我点了他们家三样东西 一样是牛骨水 一样是牛羊圣汤 还有这一点就是猪油拉面 这一碗白白嫩嫩的就是牛骨水 牛骨水的营养价值是很丰富的 看着好像挺小一碗 但其实分量不算少 因为这个碗是有点深的 所以分量还算好 但是价格确实有点小贵 这么一碗东西37块钱 牛骨水吃起来口感滑滑嫩嫩的 跟豆腐的口感有点类似 汤里面加了酸萝卜和韭菜 还有姜胡椒等一些调料 喝起来味道很好 然后这一碗是他们的牛羊圣汤 味道确实很赞 怪不得那么出名 里面加了酸萝卜 韭菜 还有胡椒 食材处理的没有什么异味 这个牛羊圣汤的味道真的是无敌 我个人觉得这味道在广州来说能数一数二了 牛羊圣汤吃起来口感软滑坍牙 汤底的味道很浓郁 加了韭菜和酸爽的萝卜 喝起来并不会觉得腻 还有就是加了胡椒 在冬天喝起来特别浓郁 牛羊圣汤的价格22块钱 这个我觉得还好 最后这个就是他们家的猪肉捞面 这道粗品我得吐槽一下 撇开价格13块钱一分不错 我并没有吃到有猪肉的内股香味 面是好的煮双面 这个不可否用 你们看一下 这个面是非常有劲道的 口感会有点偏硬 可能有些人吃不惯 猪肉捞面却没有猪肉的香味 而且麦香看起来就非常缺乏诚意 我个人是非常不推荐这一道出品 但是牛羊圣汤和牛股损确实很赞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试一下 OK好了 那么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大饼 记得关注哦